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最新消息这边,我贴一直都没办法贴上,所以我后来把那个最后的影片放在教材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前1到6次的这个影片连结,我都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呢,比如说我想知道,你想知道前几次上课的,像手机APP的设计,如果你不太清楚,你可以点点击这个这个连结 然后就跳到,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就上个礼拜,前一次上课,第六次上课的 里面的话,当然我有把什么,这个第102这个APP的部分,稍微做个复习 那其实102里面呢,主要是增加什么,增加所谓的导览列,就是所谓的叫,什么 叫Netbar,有没有,Netbar的话在上方,当然未来这个Netbar不是只能放上方,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下方 那其他的话有说清单,就是Listurview,蛮常见的 那当然呢,你想说那为什么在手机APP里面需要做些东西,因为主要原因 这个假设这个技术本身是网页的技术 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呢,把这个网页技术放在手机上面了,当然你第一个你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个超连结的连结姿态小,不好点选 所以通常的话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图,让人家比较好去这个放这些东西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给做完,然后并且延伸到,再建一个所谓的那个李白的一个变化题 那当然呢,后面我们就可以利用所谓的导览列跟清单列,做一些 这相关的东西把它放上去 那其他的话,当然我最后是有讲到有关其中 报告的相关说明,ok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吧,那我们的网址,其实你就可以在这上面找到 那一样 这个蛮好记得,cloud to app 那里面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有关云端YouTube,然后再来就是手机的App设计 那手机App设计部分的话 这练习档,你可以把它下载 好 再来的话呢,我们 会用到练习档内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相关的内容,当然 102 再来的话,请各位 点选那个106好了 106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106呢 它是一个绿岛的介绍 绿岛的导览 那绿岛的导览,你会发现 其实跟102有类似的地方,只是说位置稍微调动了 本来那个List View 它在下方 现在的话,变成在上方 那 另外的话呢,这个什么,Netbar本来在上方,现在把它改到下方 中间的话 会有一个 这个绿岛的地图 OK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所以大家不能出国 反而像那个外岛,大家就 瘋狂的去 所以每一天那个 船班都爆满 OK 等于是有点伪出国了 那 假如说你今天呢 要做出一个手机的App 是有关绿岛的一个导览的App 比如说你是个导游,你今天想要带大家去 这个 绿岛玩的话 那或许啊,你可以什么 现在 先弄个手机App 然后呢 给大家 先去下载 安装 另外的话 里面点点选 比如绿岛 南辽渝港 点进来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相关的介绍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这一题的话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翻例档 先下载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逐一再来看一下有关那个106的App部分 要该怎么做 那里面的话当然还是一样 先 建一个 这个网站 OK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大概我们如果按照刚刚的需求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绿岛 的相关导览资讯 那我也收集了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我就是列出总共有4个大景点 那4个大景点的话 那当然了我也收集了一些 需要用到的一些档案 这个档案包含就是哪一些呢 像那个 我们在练习档里面 假设我已经下载了一些什么 第一个啦 Data 这个Data里面的话就是说 这个把它自动换好了 比如说 总共有 4个景点 4个景点的话 比如说这个景点的名称 然后景点的内容 OK 然后呢 景点名称 景点内容 总共就有4个部分 那如果说将来 我假设收集好这个 第1个是文字的素材 放Data 这个是在练习档里面有的 我们这样可以拿来用 第2个的话是文字方面的 素材 影片方 这个影像方面的素材 那比如说包含就是什么 第1个是Map Map的话呢 假设我们就找了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地图 那如果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什么 超连结 这个超连结就是直接用地图来当 超连结 比如说用那个手指头点的时候 点绿岛机场 一样可以跳到绿岛机场 等等的 这些其实 都可以让我们做连结的话 那这个部分 还有其他的像 这个应该就绿岛机场吧 OK 可以有绿岛机场的一个图 然后再来什么 南寮渔港 等等的 什么 还有 几个景点 那如果这些 这个 都找到的话 第1个 先有素材 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把它做成一个手机的F 我大概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做出来是长这样 比如说上面就是this view 也许我们安排 的版面 跟之前又有稍微不一样 把上面放this view 下面放那把 然后呢 差别是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能够点选他可以跳过来的话 有一个回首页 或者是下一页 特别是要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个之前是 贝壳而已嘛 那贝壳的话只是说 那个图当然看起来就比较阳春 可是其实是蛮简单的 因为设定并不多 那如果将来你希望什么 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home home一看就知道 就是回什么 回那个首页 旁边这边的话呢 也有一个什么 这个往下的箭头 或者其实也可以 往右的箭头 那意思就是下一页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回那个home的话 它可以跳回来 再点一下 这个下一页 nest 上面会跳 nest 可以跳下一个 所以如果你的景点介绍很多的话 你就一直nest 让它可以 去做一个导览 其实就蛮方便的 底下的话也可以列出 它对应的一些景点 我们 这个地方 第1个就是list view 底下的话呢 你把这应该没有什么太 跟之前不一样 那另外比较不一样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我向下卷动 它这个会固定在这里 这个要fixed 把它固定在下面 另外的话呢 在 这个地图上面 你可以点选 比如说你要点南寮鱼港 他一样可以跳到南寮鱼港 有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除了说你可以用什么 上面的list view 下面的那bar 可以点之外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什么 透过 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 这个点选的动作 底下当然还可以加按钮 如果我觉得这个下面这个按钮 好像 有点多此一举 多几种方法 可以做连接 那之后的话呢 可能要请同学 自己再想想看 找一个 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就是说 也许不一定是外岛 因为 外岛大概就只有几个 绿岛 蓝鱼 什么 小琉球 有没有小琉球 有去过吗 好 蓝鱼 绿岛 还有哪一个 还有一个 基隆雨 第一 是北部的基隆雨 那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岛 OK 那可是问题啊 这个如果要拿来做 做这个 App的话 你们可以想想看 也许啊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有个变化题 请各位 仿照 这个方式 稍微再把它做个变化 OK 另外的话呢 这一题还有哪一些变化 因为我 就马上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做完 感觉那个 这个App 不够漂亮 颜色不够鲜艳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让这个 颜色变化一下 会不会看起来 更加的美观 有没有 而且另外的话 List view 还可以做成圆角的 反正呢 就让它看起来 更加的漂亮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没办法做到 当然有啦 OK 只是说 按部就班 甚至呢 就有同学说 老师上面那个 小图示好像太单调了 就是这几个 什么绿岛 机场应该让它一个 飞机 可是因为里面 找不到有 飞机的 所以就拿一个什么 Grid 这个好像是 表格式的 来秀 那这个上面的图示 是不是能够改变 是也没错 只是说呢 我们按部就班 慢慢慢慢 再增加一些东西 所以第1个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2个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完成 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106部分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第1个 请各位一样 先开启 这个Juneweaver 特别注意 你开启的时候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一直说什么 他家里电脑 开不起来的问题 再来的话呢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环境进来的话 几个地方 一定要做变更 第1个的话 要先把这个 设计师 改成传统 这个第1个 第2个的话 请各位 把原来的 设计 改成 分割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 自己再 再把它修改一下 这个我按即时 即时的话 就可以马上看 一个在手机上面 大概的画面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1个 该如何开始 我从 哪一步开始 第1个 首先的话呢 一样 我们 步骤一 请你先在桌面上 建一个 资料夹 按右键 先新增一个 资料夹 名称也叫106App 之前是10 102App 那现在就106App OK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把它 打开 里面是空的 那 其实这个资料夹 对应一个网站 所以以后不管你做任何的App 反正很简单 就第1步先在桌面上 或者在你要存 的位置上面 新增一个资料夹 第2步的话呢 在开启 Dreamweaver之后的话 一样把它用新增网站的方式做连结 反正不管 以后即便你是要 重新再打开它的话 一样是新增网站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新增网站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第1 再来就是 直接在这边 名称就106App 然后跟他讲说 这个网站名称 对应到的 就是 桌面上的那一个 桌面上这个 资料夹 里面是空的 没法按确定就好了 这已经有了 我刚刚已经好像有增加一个 所以我可能要 把它先删掉 这边有个管理 把它删掉 这个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 对吧 这边有个什么 删除用减号 它删除掉 因为我刚刚已经弄一个 我再把它重新再来过 新增好 然后这边就106App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个 这个 的话 那你就是先把它删除 然后再来的话 就106App 按开 选取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按儲存 就完成第1步 第2步的话 接下来 我们就开 一样 开一个新的 一个 网页 那特别最后 新增网页的部分 一定要记得是HTML5 你不能用 刚刚那个什么 X HTML 这个不行 OK 只能用HTML5 OK 按建立 建立完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 建议你直接 先把它做存档 储存档案 档案的名称的话 一样跟之前一样 就是什么 叫index indx 点HTML OK OK 这个把它 按存档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先把你的档案呢 先存到这个地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按部就班 把它 分别加上什么呢 所以第1步 我们就是一样是 建了一个网站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需要5个 这个 页面 特别注意 这个页面部分的话呢 算起来刚好 因为 总共有 4个景点 所以4个景点 我们名称呢 就叫Page 1到4 那首页的话呢 刚好就HOME 所以呢 我们就建 什么 插入5个 有什么呢 有页首 没有页尾 的页面 只有页首 没有页尾 OK的页面 OK 所以 那我们就是直接 在这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 跟之前一样 第1个的话呢 请你把网页放在body 跟body中间 你可以多按几个 Enter 然后插入页面的话 记得 从这个 然后呢 找到什么 插入页面 从这地方 记得 不要找错 就OK了 把这个地方 插入这个页面 不过他 他会跳出那个 那个之前一样的 他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 把这些相关的东西放哪里 那我们就放预设的位置 按确定就可以 然后要什么 要那个 HOME 所以第1个ID是HOME 然后有页首 没有页尾 把页尾打勾 取消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上面就帮你增加 一堆东西 如果你先不要理会它 主要是看这个页面 那页面的范围 记得 一定是这个 这样一个范围 那 下一个页面 记得不要放这个 这个范围的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一定要放这个外面 不然的话 像之前同学 超连结都连不到 主要原因应该在这里 然后 把下一个 游标放这里 那几种做法 你可以在游标放这边 按插入那个 这个这个 超连 Page 1 然后一样是有页首 没页尾 按确定 这样有一个Page 1 那Page 2到4的话 我建议 要是我的话 我习惯是把这个范围的 程式码 复制 把它直接贴 这个是 第1页嘛 或者你中间可以再 空格一下 让它分开来 然后第2页的话 就把它再贴上 直接改ID 把它改2就可以了 然后再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3 然后再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4 这样我们就有4个页面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总共5个页面 我们就完成了 到这边的话是第 第几页 第3 等于是 这个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部分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 第10比5跟那个Netbar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